由电影频道打造的大型系列专题片 《足迹》 荧幕上的新中国故事正在热播 这一专题片通过对具有重大历史节点的经典影片回顾 新老引人访谈等形式 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光影足迹 今晚22点12分为大家带来的是第29集 石油工人一声吼 系列专题片《足迹》 荧幕上的新中国故事第29集 聚焦中国石油工人的故事 演员高北光作为讲述人 带领大家学习感受石油工人 不辞辛劳 不怨无悔的铁人精神 电影《创业》中的这个场景 曾经震撼过一代中国人 深深地刻在观众的脑海 这是王晋喜第一次以艺术的形象 出现在新中国的荧幕上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喊出了新中国石油工人的豪迈 也树立起铁人王晋喜顶天立地的光辉形象 1960年3月25日 铁人王晋喜带领1205钻井队 到达黑龙江萨尔图车站 用脸盆 水桶 甚至是头盔等 一切可以盛水的东西运水 创五天零四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记录 而且质量全优 这也是整个大庆油田历史上的第一口井 我是已经五五五年在玉门参加工作的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不到15岁 从60年3月份跟老队站一起 出玉门到大庆来参加会论的 参加事业会论的 这个一个龙头开的什么也不多 这个老队站对我们呢就是 如父如熊如师如幼 为了探寻王晋喜艰苦的工作环境 我们足迹设置组来到了大庆油田 在铁人王晋喜纪念馆当中 保留着很多他生前用过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年 破冰端水用的旧脸盆 旧水桶 旧水壶等等 虽然现在已经秀气斑斑 但是它象征着 新中国石油工人的精神 到今天依然闪光 2009年由刘恒编剧 尹力导演的电影《铁人》 再一次将铁人形象搬上荧幕 是有狠子 有狠 是金城豪啊 有狠 地球烟药 有狠子 有狠子 就是在这个极寒的条件下 胶片被冻断 汽车水箱全部冻穿 冰天雪地 演员直冻着直哭啊 所以我给他们备了这个房车 没有一个人上 因为在冰天雪地每个人一冻 全冻成雕塑了 一化成水 再也穿不上了 正常人在那种条件下 户外是待不了坐一会儿的 看着演员一个一个地往那个石子里跳 我真是咬着牙停 再来一遍 停 再来一遍 我的助手拿那个纸巾给我递过来 我才知道我已经泪水全烫满了 爱谷 创业 求时奉献的铁人精神 已成为鼓舞激励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代代相传 永放光芒